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灵鹤 那我们今天是给张灵鹤的年终试吻 请听听 2023年你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两部剧播出的瞬间嘛 三部剧 四部剧 数不过来了 都很快乐 我这个刚才二三四 对啊 只要是我剧播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那有为什么事情哭过吗 拍戏吧 有拍戏有很多情绪戏需要哭 那戏外呢 戏外没有 2023其实我还挺快乐的 一二三四部戏还能不快乐吗 那平时是一个就是爱哭的人吗 还是很坚强 平时没什么可以让我哭的事 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比较感人的视频 然后就是刚也说了 去年播了好几部剧嘛 而且还有爆款剧 所以你会如何总结自己的2023年 还没有开始总结 但是希望自己可以在2024年 比2023年更上一层楼 然后也希望自己更努力 然后获得更多刚刚所说的最开心的瞬间 对于2023年自己现在取得的成绩 想对自己说一句什么 才哪到哪 别骄傲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跨年的时候就有语音回复粉丝嘛 然后包括也经常会在评论区去回复粉丝 所以粉丝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粉丝对我来说是一个给我自信 给我动力 然后也是给予我爱的一个群体 就是很多时候自己也会有遇到压力啊 就是上微博看看他们的一些留言 或者是他们给我的一些回复 其实可以给我很大的鼓励 那去年粉丝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我过生日吧 就是我不是在微博直播了吗 然后陪大家一起打游戏了 然后没想到我的粉丝们打游戏比我强这么多 这是我最快乐也是最惊讶的瞬间 这个水游赛他们都没给你放放水啊 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放水 都摁着我打 那对于很多粉丝会称呼你老公 你的内心的OS是 你们开心就好 然后网友还说张灵鹤别太酥了 对此你的回答是 是吗 你们开心就好 好就主打粉丝开心 对你们开心就好 然后之前还上了一个热搜叫张灵鹤全开麦 一开口我人傻了 对于全开麦的感受是 希望不要有下一次 或者下一次机会少一点吗 因为就是 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这个希望大家别一直逮着我唱歌了 我也有其他技能可以等大家一起发掘 那敢于全开麦唱歌其实就是一种勇气啊 是啊那没办法 迫于压力迫于大家对我的唱歌的期待 那我必须得实现一下这个愿望是不是 那有没有准备去比如说练习 就练好一首歌 下次就专注表演这一首 你当真觉得我这全开麦的时候没有练吗 我练了好久才唱成那个样子 是我冒犯了 是啊 所以那对于网友后面半句评价就是说 一开口人傻了 你想对网友说什么 中肯的 真实的 现实的 但是下次还是想听你多多就是在舞台上的表演 好我继续努力 那现在就是还有三部带播的作品 杜华年 四海冲鸣和胡瑶小红娘 那和这个赵金麦还有景田合作感觉如何 那两个我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景田姐就很 是我的前辈嘛 然后在拍戏的过程中也可以跟他学到很多东西 曼曼的话就是小女孩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演员 就是平时甜甜的 但是一到拍戏的状态就又很认真的工作起来 就是我们俩 平时又是像战友又是像朋友 那在胡瑶里面可能跟谁的这首戏比较多 胡瑶里面是跟陈杜玲 我们虽然没有很多戏 但是也是在现场磨合了很久 后来也挺默契的吧 因为跟那个导演我是合作过的 然后请用一个 就分别用一个关键词来安逆你的这三个角色 就角色特点呗 杜华年 能言善道 能说会骗 然后四海冲鸣 一正一邪吧 然后胡瑶小红娘 天真善良 那如果这三个人遇在一起 比如说组成一个男团 你觉得他们分别是什么担当 三个人的男团 激昂就是四海冲鸣的 肯定是全能的ACE 然后裴文轩 就是杜华年的 应该是外交担当 他会说话 然后就各种采访什么都靠他来 还有胡瑶小红娘 胡瑶生 团宠担当吧 天真善良吧 特别期待了 然后刚刚也说就是 有更多的新技能就等待大家去发掘 包括之前拍戏也学了像二虎啊琴 所以接下来的戏中还希望学到些什么 跟着角色走 角色有什么技能 我就会去学什么技能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锦强技能 是可能没有展现 或者大家还没有发掘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你说我自己啊 我自己多了 就是我自己可能自己都没发现 有一些技能 开玩笑了 就是我有一个 可以让大家猜一下 我有一个乐器是从小就会的 而且小时候考到了五级还是十级来之后 我忘记了 反正考过级 但是我从来没有展现给大家过 所以这个答案会什么时候公布呢 那你等你这个采访出来之后 我再公布呗 今年如果有家 先想去哪里玩 回家 好久没回家了 回家过个年吧 就是去年大概休了多少天的年假 年假 有年假吗 你们有年假吧 我可没有年假 看来365天都在工作 对 我都在横店 这样挺好的 就是要多多敬祖 多多拍戏 是 多多敬祖 然后把横店当成我自己的家 然后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有什么祝福想送给大家呢 龙年大吉 肯定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是身体健康 然后还有像我微博背景图一样 好运常在 发财备爱 祝福收到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圣典突击队有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我们是一日社交主题 所以也想问一下 就是每次到新剧组 都会遇到新的合作伙伴吗 那你是会主动出击去社交的人吗 不太会 我是挨人啊 那就是等待别人来 主要对你聊天是吗 那你和大家快速熟起来的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取决于对方 什么时候来跟我 就是进一步的聊天 那合作的这么多对手演员 觉得谁是可能 社交上比较主动的 找你聊天聊得最快的 于初心 应该是他吧 他是很易的那种吗 他肯定是易啊 还用想吗 所以你们当时比如说 能分享一下 刚刚见面的时候 他是怎么主动给你去打开 这个睡觉局面的吗 他刚见面就说 张林克 不是我们当时 刚见面的时候 是在苍蓝绝 还是 然后但是云志宇 再次合作 其实已经很熟了 但是在苍蓝绝的时候 他一直叫我的是 长恳欧巴 就是他就很 这种很活跃嘛 然后叫我也会 用这种很幽默的 称呼去叫 我就很破冰 当时 所以后来就是 因为合作两部戏嘛 私底下会再约约饭 什么的嘛 当然当然 但是大家都忙 没办法 有时间就会约来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特别的小环节 就是社交能力小测验 我们准备了四块版 然后可以选择一下 然后每个版会对应 可能几个小问题 好 那就这个吧 对 那我们就选了名片 那如果你有名片的话 打算在上面 应连什么 演员 张令鹤 电话 身高体重 性别 还有身高体重 应该应谁 可以是那种特别定制吗 所以想问你要定制什么 姓名 性别 然后联系方式 还有我的微博ID 然后再放个小笼包吧 我最爱吃的东西 太可爱了 如果可以在那个 微博之下 像一个同行递名片 你最想向谁 去推荐自己 你们的老板 曹总 可以吗 可以 你带着天堂板去吧 可以可以 写个写个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那面对初次见面的人 你打算用什么话机 去打开话匣子呢 初次见面呢 这我真不会 递个名片吧 要不 大家好 这是我的自我介绍 请多多指教 好 那我们期待了 带着我们的名片 走吧 谢谢